嘿,大家好,我是KC,欢迎来到我的体育世界 2023年的泰国三百赛,林俊逸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睽違三年多的超级赛冠军 让台湾看到新生代南丹的希望 今天这集球楼分析,我们就来用四强打石宇齐的比赛来聊聊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林俊逸打赢石宇齐 是因为石宇齐的状态不好,还是林俊逸打太好呢? 第二,林俊逸相比半年前的台北赛,具体来讲进步了什么? 第三,林俊逸这样的暴力进攻式打法的优缺点又是什么? 这样的打法真的能持续下去吗? 第四,林俊逸他的未来展望是一个前十名的球星 还是一个十几二十几名偶有佳作的台湾好手呢? 欢迎来到球楼分析,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就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这场林俊逸抱了石宇齐的比赛 到底是林俊逸打太好,还是石宇齐的状态不好呢? 我个人来讲是偏向石宇齐的状态不好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几个片段 第二局7比7这球,仔细来看石宇齐的肢体语言 这球石宇齐放短的瑕疵被林俊逸抓到 失误之后的石宇齐完全没有要防守的意愿 这个画面太牵强了吗? 我们再来看11比7这球 这球从头到尾,石宇齐没有任何的进攻意愿 甚至连稍微发力的回击都没有 打球软绵绵的 姿势以及步伐都非常的精简 完全看不出石宇齐有要防守反击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这几球石宇齐往前被林俊逸连续封网的表情 看得出来石宇齐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的烦躁以及懊恼 只靠这几个片段感觉太片面说服不了你吗? 那我们来看数据 我统计了整场比赛所有石宇齐面对高调球的回击手段 分别为回拉、软压以及跳杀 其中软压以及跳杀的总和就是下压率 石宇齐的称号贵为头顶进飞区 他的招牌绝技就是头顶区的扣杀 石宇齐的头顶区扣杀是连周天成这种防守专家 都不敢保证能接得住的杀招 他的跳杀理论上对于林俊逸这种防守不及周天成的选手来说 是很难防守得住的 然而这场比赛石宇齐的扣杀状态真的是不好 先看第一局的数据 在50球后场高调球里面他有40球是选择下压 其中软压21球 跳杀19球 跳杀的直接得分率是为26% 跳杀的失误率为16% 那这个数据跟林俊逸的第一局的扣杀数据就差远了 无论是得分率还是失误率他都比不上林俊逸 那如果我们再把石宇齐第一局的数据跟第二局的数据对比 下压率直接雪崩 跳杀的次数更是崩盘到只剩6次 也难怪这位中国网友会留言 看石宇齐打球着急啊 一点进攻都没有 全程死气沉沉不输才怪呢 至于为什么石宇齐第二局会打得如此的被动 为什么他只靠控场以及防守来磨林俊逸这种 完全不像石宇齐一贯的打法呢 有一种可能是战术设计 毕竟林俊逸这种飞天盾地的打法非常的吃体力 而石宇齐其实第二局整局的大部分时间 也只落后大概三分左右 最后时刻更是追到了19比19平手 要说石宇齐以防守控场型的打法 来消耗林俊逸的战术设计 好像也说得通 只是他的肢体语言 让我更愿意相信他在第二局中的斗志被磨光了 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状态不好 也有可能是他对自己几个离谱的失误感到烦躁 即使比数非常的接近 但我始终看不出来 石宇齐在第二局有任何真剩的欲望 林俊逸能赢石宇齐固然有他打的好的原因 但也不能否认这个石宇齐 不是我们平常所看到 号称头顶进飞区的石宇齐 那虽然石宇齐这场状态不佳是事实 但俗话说得好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再怎么状态不佳也始终是石宇齐 好歹这次也打进了四强 好歹一个礼拜前 他也直落二打败了蜻蜓 也从龙王的手中拿了一局 即使石宇齐的状态不佳 要说林俊逸能打赢石宇齐 还是非常的令人不可置信 那林俊逸这场比赛到底有什么地方打得好呢 林俊逸相比半年前的台北赛到底进步了多少呢 首先我们来回到这场表 这场比赛林俊逸两局的软压跳沙比是接近一半一半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前的台北赛面对奈良钢工大的比赛却是18比33 跳沙几乎是软压的两倍 这显示出林俊逸的打法更加的多元也更有耐心了 而实际的比赛内容也支持这个数据的说法 例如第二局的末段18比16 林俊逸揭发推后场 抓石宇齐过渡球斜扣对角 可以看得出 石宇齐是半猜半反应才接得住这球中杀 也说明了这个斜扣的品质有多高 林俊逸横跨了整个球场来回防 在错失高点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推对角底线 把主动拳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并用节奏的优势抓到下一个高点犯王 逼迫石宇齐起跳 以石宇齐这个起跳的高度以及深度来说 如果是半年前的林俊逸一定是中杀直线 但是现在的林俊逸变得更有耐心 以一个落点超级刁装的切球直落边线 抓推跳沙成功得分 如果我们看半年前台北赛的林俊逸 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中杀直线 例如同样是在第二局末段 16比19 17比19 18比19 连续三球的关键分 都是一看到机会球就直接杀直线 当然不是说半年前这种看到机会就中杀 就是不够耐心太急躁之类的负面的 只要机会球够甜就一定要杀这没有错 反正能得分的手段就是好手段嘛 那我这里想讲的意思是 现在的林俊逸 对于扣杀的选择更挑剔了 急球的手段也更多元了 这样子会让对手更难以预测林俊逸的球路 从而间接的提升林俊逸的扣杀效率 而且不止如此哦 林俊逸的扣杀球路也更多元了 在这场面对时雨期的比赛中 林俊逸的46次跳杀直线占41% 斜线占了33% 相比半年前的台北赛来说平均了超级多 台北赛可是超过一半的跳杀都是杀直线 这次跳杀的球路分布的更平均 让对手更难以预测林俊逸的进攻方向 那我相信可能有人一定会问 为什么这次林俊逸的直扣直接得分只有2分 而斜扣却有9分呢? 为什么这个情况刚好跟台北赛那时候刚好相反呢? 这其中的原因 当然有时雨期跟奈来高空大 他们各自的防守偏好或是防守状态的个体差 但如果撇除掉这些对手的原因的话 我认为林俊逸的直扣得分这场只有2分 其实是不太准确的 因为就像我在他台北赛的时候就讲了 林俊逸的他的扣杀是不太追求压线 而是追求连贯 很多时候林俊逸是杀完直线后 还会上网封网的连环技 所以他的直扣效益远远不止只有2分而已 背后还有很多隐形的封网效益 不过这个斜扣的使用率上升就比较值得拿来讨论了 在之前的赛后简报我就有提到 林俊逸这次的比赛用了很多中场起跳的侧身扣杀 而这场比赛也不例外 而时雨期也是几乎完全守不住的 特别是第一局7次斜扣得6分 效益直破天际 不过就像我在之前的赛后简报所讲 侧身起跳的回防速度偏慢 一旦被守住的话 会很容易的陷入劣势 而这场比赛其实不只是侧身起跳的斜扣使用率大幅的提高 其实头顶区的斜扣也贡献了不少 例如第二局的斜扣8中3的得分 全部来自于头顶区的斜扣 而非侧身起跳的整排斜扣 这也跟半年前的球路分析有着鲜明的对比 因为当时林俊逸的头顶区 几乎不存在斜线的选择 如今林俊逸不只同时练起来 两种截然不同的斜扣跳法 而且得分效益都非常的高 所以林俊逸的后场跳沙 我认为是真的进步了不少 软压跳沙比已经趋近了一半一半 跳沙集球的选择也更加有耐心 跳沙的球路分布也不再是55%严重偏好直扣 而是一种433的平均分布 斜扣更是练出了新的侧身跳沙 当作是一个称手的得分武器 所以如果有人说林俊逸其实没有进步多少 这场能赢单纯只是因为施与其打太烂 我想你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反驳他们了 那后场跳沙是我认为这次林俊逸进步最明显的地方 但其实他的往前的进步幅度也不小 虽然这次还是有一些往前的失误 但整体来讲往前的失误率下降了很多 在之前的球路分析 我就有说过 林俊逸他往前失误率高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回中场的习惯动作 同时 这也增加了他的放短的失误率 因为林俊逸来回中场 跟往前之前有非常大量的身体动能 但是放短需要用手来抵消这些动能 才能放得刁转 这就导致林俊逸的放短失误率真的是超级无敌高 老实说我不知道林俊逸有没有看过这支影片 但至少从这场打石雨琪的比赛来看 这个回中场的习惯动作有了很大的改善 例如17比14这一球 石雨琪放短 林俊逸回放 此时林俊逸并没有往后推那一步 而是等待石雨琪的动作 准确地判断出石雨琪没有推后场的意图 马上突往得分 又例如13比10这一球让我更惊喜 林俊逸软压中路后拨对角放短 此时第一时间林俊逸是留在中场的 因为这个拨对角不是在往前拨的 而是在中前敞拨的 集球的节奏相对更早一些 石雨琪措施高点的几率也非常的高 也因此石雨琪起跳的机会真的不小 正因如此 林俊逸第一时间的反应是留在中场是可以理解的 随后林俊逸透过石雨琪的集球动作 准确地判断出他没有任何起跳的意图 马上往前跳了一小步准备风望 再例如19比17这一球 同样是在中前场拨对角 这一次他判断出石雨琪完全错失高点了 拍子由下往上明显是起跳的动作 所以拨完对角后第一时间是回防中场 当然他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例如第二局3比1这一球 林俊逸放短中路 同样是石雨琪明显错失高点 林俊逸的反应是往前踏一步 如果石雨琪硬要回放的话 一定会被风望得分 但石雨琪明智地选择了起跳 林俊逸因为这个判断的错误而往前多踏了一步 导致这个起跳无法有效的进攻 但这对于林俊逸来讲有很亏吗 其实没有 因为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回防后场 也打出了一个高品质的边线回拉 甚至还逼迫了石雨琪的转身防守 林俊逸这个往前多踏一步的赌博 是一个风险低但是潜在报酬很高的赌博 那这四球显示出 林俊逸放短后的站位已经不是公式化的反应 而是他根据当下情况判断出来的最佳解 这虽然可能只是林俊逸潜意识的一个临场反应 但这就跟台北赛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放短后的林俊逸是不管对手如何回击 都一定会先退一步回防 但现在他是先靠观察对手的动作 并且做出相应的调整 而这个简单的调整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 如果今天是半年前的林俊逸来打这场比赛 就算石雨琪今天的状态不好 我想石雨琪获胜的几率还是大很多的 那说了这么多的优点 可能有些人会想讽刺我说 哇你把林俊逸吹得这么神 下一场的目标是不是要击败安赛龙登顶世界冠军了啊 当然不是这么说 林俊逸的缺点还是非常多的 包括面对扣杀的反派防守 还是稍嫌不够扎实 往前放短也还是会有一些离谱的控球失误 假动作的使用虽然有变多了 但是效益还是非常有限 反派的压制手段依然不多 他的体力能否撑得住高强度的连续赛事 也非常的令人担忧 心态急躁的问题 看起来也还需要更多的出赛来磨练 他的重心的转换以及横移的速度依旧平庸 导致他防守往前勾对角更是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例如第二局末段 使与其能够追到19比19平手 就是靠一招勾对角 但是这些全部都还是可以期待林俊逸继续的成长 这些都可以靠训练或是战术上的调整 来去做扬肠补断 最让我担心的还是健康 林俊逸在2019年美国三百赛夺冠之后 就饱受膝盖伤势所苦 加上疫情停赛了两年多 阻碍了林俊逸的成长 虽然林俊逸的配球已经日渐多元化 但是重杀还是不可或缺的配球模式 体态强如李子佳也饱受伤兵的困扰 背部、膝盖、腰部都是攻击型的选手 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2017年当年只有22岁的王子伟 他靠着劲爆的体能以及扣杀的球威打出了一片天 但是隔年2018年却深受腰伤所苦 整年的成绩因此血崩 甚至连坐折的时候都会感到腰痛 甚至还一度传出想要放弃羽球 到了2019年虽然他满血复活 成绩也达到了巅峰 排名更是闯进了前十名的佳击 但是要长年维持前十 谈何容易 光靠体能打球可能可以跳很高 但注定走不远 林俊逸的技术必须要在这几年急速的提升 来摆脱对体能球的依赖 来达到平常靠技术 关键靠体能的收放自如的境界 否则伤病迟早会来拜访 让林俊逸成为又一颗来自台湾的流行 半年前的球路分析的结尾 我有提到 我对林俊逸的期望大概会在30名左右 如今他已经来到32名几乎达标了 而且在跳沙与往前站位又进步了如此之多的情况下 也因此我目前对林俊逸的实力预估大概会在20名左右 只要2023年年底有碰到20名 我大概就会满意了 那高标就放在15名吧 至于前10名真的太难说了 等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林俊逸距离前10名还有没有机会的吧 那如果你想看半年前林俊逸的球路分析的话 你可以点这支影片 如果你想看其他人的球路分析 这里有播放清单可以给你选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的提示界 我是KC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 out